人們常常會把生活的當下 變成相片記錄下來 每張相片的背後 也都有著它的故事 而在這個世界上 就有一些相片 背後隱藏著巨大的秘密 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就要來帶大家看看 幾張在世界各處被記錄的相片 在這邊先打個預防針 這些相片都沒有涉及到靈體 超自然的力量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不過要注意的是 一旦你了解了相片背後的故事 再次觀看這些相片的時候 恐怕就沒辦法抱持正常的想法了 如果準備好了 就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張相片 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 充滿著快樂的氛圍 一對婦女開心的合照 殊不知 接下來畫面中的紅色汽車爆炸 造成了29人死亡 220人受傷的結果 這張相片來自於 1998年的北愛爾蘭 奧馬小鎮 當時的愛爾蘭 正處於動盪不安的時期 在國內分為許多派別 其中一派 以武力 恐怖主義的做法表達訴求 他們策劃 並預告了這起 汽車炸彈攻擊 但由於警方的情報錯誤 他們竟然將人群 疏散到了炸彈的正中心 紅色汽車就這麼爆炸 釀成了一場悲劇 這張相片在廢墟中被找到 慶幸的是 拍攝相片的婦女存活了下來 但是攝影師 與其他的28名受害者 卻從此 命上黃泉 接下來的相片中 一名小女孩 調皮的在黑板上塗鴉 並回頭 直愣愣的盯著鏡頭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這幅塗鴉的主題 竟然是 家園 女孩的名字叫做特雷斯卡 是名猶太女孩 他的童年在奧斯維新集中營度過 納粹在集中營裡的殘忍行徑 以及迫害 從來沒有停止過 直到二戰結束後 特雷斯卡的精神已經異常 被送往兒童精神病院照顧 在某次進行治療的過程 被攝影師拍下 他的臉上沒有這個年紀該有的笑容 取而代之的是 空靈呆滯的表情 黑板上的畫作 就像是張網子 讓特雷斯卡 陷入其中 特雷斯卡的時間 就像是凍結了一樣 也許對他來說 戰爭 從來沒有結束 接下來是一台監視器 所拍下的畫面 可以看到畫面中的購物中心 人來人往 一對小孩 漫步在商場中 但就在不久後 相片中年紀較小的小孩 詹姆斯 他的屍體 在鐵軌上被發現 他生前遭到磚塊 和棒球棍的反覆毆打 兇手是畫面中 兩名十歲的小孩 湯普森 和維納布爾斯 他們趁詹姆斯的母親不注意 將詹姆斯帶離購物中心後 一路走到隔壁小鎮的鐵軌旁邊 對詹姆斯進行虐待 不斷的踢他 踩他 甚至將偷來的電池 放到詹姆斯的嘴中 最後 小小的詹姆斯不堪虐待 沒有了呼吸 被丟棄在鐵軌上 一面而來的火車 截斷了他的身體 直到兩天後 詹姆斯才被發現 這張相片 也成為詹姆斯最後的身影 這起在1993年發生的事件 也讓兩名兇手 湯普森和維納布爾斯 成為英國現代史上的 最年輕殺人犯 吸引非常多民眾 聚集到法院前危官 他們被判處無期徒刑 直到18歲成年後 才通過假釋出獄 他們換了一個新身份 並受到全球禁令的保護 要是試圖找出他們的住所 也可能會讓你吃上官司 而詹姆斯的弟弟 邁克爾 在他死亡後的八個月出生 他在接受訪問時說了 我很想尊敬他 問他問題 和他談論各種事物 但這兩個人 奪走了我的童年 我永遠不會原諒他們 相信看到這張相片 稍微具備一點危機意識的人 應該可以馬上明白 畫面中的兩位兄弟 孝恩跟邁克爾 開心地去登山 途中他們因為頭髮豎起 開心地面向鏡頭合照 但是接下來 一道閃電從天而降 直接擊中了兩兄弟 弟弟孝恩 被雷電產生的高溫重度燒傷 衝擊的力道過大 也讓邁克爾當場運了過去 原來 當即將發生雷擊 雲跟地面產生電位差後 就會讓頭髮中的電荷互相排斥 進而豎起 可以說是大自然的最後警告 而兄弟兩人完全沒有意識到 災難即將來臨 沒有找地方掩蔽 甚至還合影留念 最後導致悲劇發生 幸運的是 雖然背部跟手部被重度燒傷 但由於孝恩並沒有完全接觸地面 醒來的邁克爾 趕緊將他背往醫院後 才讓孝恩保住了一條性命 接下來給大家三秒鐘 猜猜這張相片隱藏了什麼故事 這張相片 源於法國一起金氏害俗的監禁案 圖片中是一名女子 她們的名字叫布蘭奇蒙尼爾 已經被母親監禁了長達25年之久 年輕的布蘭奇 是為氣質出眾又漂亮的大家閨秀 出生在貴族家庭的她 卻開始跟一位窮律師發展戀情 甚至打算嫁給她 隨後 布蘭奇就人間蒸發了 原來 布蘭奇的母親非常反對這門婚事 不了布蘭奇卻堅決表示 不會嫁給母親安排的任何一位對象 於是布蘭奇的母親一氣之下 將她囚禁在閣樓裡 不久後 還幫布蘭奇舉辦了喪禮 徹底的把布蘭奇的存在 從社會上抹去了 直到25年後 巴黎的總檢察長辦公室 收到了一封匿名舉報信 這起事件才東窗事發 當調查人員打開聲索的房門後 臭氣撲鼻而來 地上到處是糞便 肉塊 還有各種腐爛的食物 周遭還有無數老鼠亂窜 仔細一看 才發現躺在床上 全身赤裸 受骨臨巡的布蘭奇 布蘭奇的母親隨後被逮捕 不過由於受到驚嚇 在短短15天後 就在獄中身亡 而在25年中 冷眼旁觀的哥哥 聲稱救援不是一個人的義務 逃過了15個月的有期徒刑 布蘭奇獲救後被送醫治療 讓他終身飽受各種精神疾病所苦 最後死於當地的一間精神病院 誰能想到 只因為選擇了愛情 一名少女 卻將最寶貴的年華 陪葬在了閣樓之中 接下來是最後一張圖片 畫面中的女孩 手環包在胸前 在跟背後的自然景觀合照 這張照片出自於 美國的賈米森家族失蹤案 在2009年 賈米森一家人 突然人間蒸發 只留下了一台卡車 在荒郊野外 而在卡車中 留下了一隻寵物狗 因為營養不良而過世 在車上的手機 存有小女兒 麥迪森的最後身影 為當時的案情 留下了巨大謎團 最後 賈米森一家的屍體 在2013年時被發現 由於他們失蹤 已有四年多了 一孩一開始 甚至無法辨認 究竟這張相片 是誰幫麥迪森拍攝 並留下的呢 看著女孩難受的神情 好像是想傳達什麼救命訊息 但我們 永遠也沒辦法得知了 看完這些圖片 似乎再也沒辦法用一般的眼光 看待他們了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主題 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我會再分享更多圖片給大家看的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 謝謝你看到這 我是Eric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